而另一方面,随着越来越多高科技公司在旧金山设立办公室,每天都有穿梭的巴士开进旧金山接送员工上下班。为了方便这些巴士接待乘客,公车局草拟了一些新措施,但是却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。我们来看新岛记者张正的报道。 今天早上10点,公车局在市府大楼4楼举行听证会,就一项新的试验措施征询市民意见。该措施将会增加市内35个停车位的进停时间和移除另外3个计费停车位,为Google、Apple、Facebook等科技公司的穿梭巴士提供上下课站点。 公车局估计,这些穿梭巴士可以每年为旧金山减少76万吨的碳排放。这些穿梭巴士被坊间统称为谷歌巴士,其设置站点的问题已经招来不少反对声音,像这个位于29街加圣河西大道的三个停车位,公车局正考虑把这里辟为谷歌巴士上下课站点。住在附近的Eric对此感到担心。 这是非常適合的地方,在这里面里的房屋方形容,只要有一个更新的旅行坊选择,现在我们在载车中有一个更新的旅行, 这个区别以 niż是危险的地方。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车袋吗? 现在就是在这些旅行的阅段。 这三个停车位旁的化框店店主 也觉得增加进行时间会严重妨碍其运营 但一些市民则并不认为此举会造成很大影响 这项措施预计斥资150万元 实行后运行穿梭巴士的公司需支付每天每站一元的费用 初步规划从8月1日开始将会实行18个月 公车局会在7月11日举行听证会 商讨增加更多巴士上下课站点 新岛记者张正报道